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228四天廉价即将要到来 您想好要到哪里玩了吗 为了要把游客留在台湾 国内的游乐园是纷纷打出了优惠 像是台中立宝 12岁以下99元就能入园 六福村更是寄出以往少见的特惠 3岁以上入园 大人小孩通通都只要399元 高雄的一大游乐世界 3到12岁的小朋友入场 原本要580元 价格再下刹 228廉价只要10块钱的同板价 戴上眼镜宛如跳到了一个时空 彼此互动连线 体验360度全景VR 一大世界抢在228前 推出新游乐设施 更打出儿童10块钱 就能入园 稀客上门 因为它平常的票价比较贵 如果有优惠的话 就会想要纠朋友一起去 有优惠会会想 四天廉价出国恐怕玩得不尽兴 很多人留在国内旅游 新前道流展减便宜 旅游热区也打出单一特窥强客 游乐园更抓转商机推优惠 北中南乐园都有好康 小人国三岁以上 同一价399元 大人入场等于打了对折 台中立保12岁以下 两折价99元 高雄一大更杀 三到12岁原票价580元 现在一个铜板10块钱 就能玩透透 而搭上陶杰式营业 免费搭乘 不少人也打算到陶原走走逛逛 那边逛逛 也是陶原那边也是吧 不论是outlet购物 逛老街夜市 陶杰免费 确实让民众想走进桃园 虽然国五车祸事故 冲击国旅团 但228年假 在游乐园优惠跟陶杰加持下 还是让消费者玩新大旗 接着510版台北报道